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iFiC68财经学院出品的每日操盘评读 我是iFiC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20年的4月9号星期四 那么在昨天的专栏中我们给大家去描述了欧佩克家谈判的三种结果 就分别是,那么第一是谈判没有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第二种情况是,那么谈判各方释放了愿意减产的意愿 但是减产力度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大 第三的话是,那么谈判的结果非常的好 各方愿意去大复的检查 那么这是三种情况 那么从目前的消息面来看的话 今天早间,美国有48名的众议院的议员 那么联合执行沙特王储在信中表示说 担忧沙特的原油增产行为可能会在全球卫生危机中 那么人为的去扭曲有势 那么如果是能源危机解决失败的话 美国和沙特的经济军事合作都是会受到一个损伤 那么中医院的话也是鼓励美国政府采取任何的应对的措施 那么这一封信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点这个软硬监视的感觉 一方面的话表示说如果是你不减产的话 那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可能就不会这么顺利了 另一方面的话也是这个同时也表示如果是不减产的话 那么也是鼓励美国的政府采取那么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应对 那么任何的应对措施 所以说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的话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其实沙特王储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 因为现在如果是你不减产的话 那么跟美国的一些军事经济合作都可能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了 所以说现在的沙特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减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今天晚上的话欧佩克加的谈判之中的话 那么达成减产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即便是俄罗斯有反对的话 但是沙特的话他也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减产的这样的份额 另外的话这个美国注重特朗普表示说 目前的美国它是以市场为导向 原油已经减产了 就是话外的意思就是说随着最近的油价的沙跌 美国的烟油厂商其实已经大幅的受挫了 已经在变现的在被动减产了 美国还是不愿意去主动去减产的 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就意味着 那么在这一次的减产之中 其实美国还是比较强势的 它还是要维持能源的独立 它不愿意去加入到这个减产之中 所以这就会增加盘盘的一个难度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方面的话美国还是不愿意去减产的 而另一方面的话 沙特可能会迫于一些政治的压力而去减产 而俄罗斯的话其实现在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是俄罗斯愿意去配合沙特减产的话 那肯定是能够去达成一定减产的这种协议的 但是如果是没有美国参与的话 我们相信整个的减产的额度的话 或许不会出现的多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四的时候 特朗普表示说 那么可能减产的额度在1500万桶 但是如果是这个没有这个美国参与的话 其实大概率 其实达成这个1000万桶的这种概率是更高一些的 那么针对不同的情况的话 我们昨天也给大家去做个分析了 假如是谈判没有结果的话 不划算 那么油价可能会再次的去测试20到22的区域 再次来一个二次的区域探底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各个方他释放了愿意减产的一个意愿的话 就愿意去减产 但是额度的话不超过1000万桶 那么或者是说这个没有超过1500万桶的话 那么原油会出现反弹 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油价的一个冲高回落 而往上方的话我们重点关注的是29到30的这一块的一个区域 因为我们会发现在上周 上周45的时候 其实油价的拉升的时候最高拉到29的位置 那么当时其实市场支持也会有这个拉升 其实是反映了 那么特朗普当时表示说 那么愿意这个我们说谈判的话 已经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减产的协议 而且可能大概率会减产这个1500万桶的这个消息面的刺激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话 如果是减产 而且是减产幅度在1000万桶 或者1500万桶的这样一个额度的话 那么可能会再次的去测试这样一个前期的高点 但是因为市场之前已经消化了这样一个基本面了 而且已经进行过了两度的一个拉升了 所以即便是那么出现了这个减产的结果的话 我们可能要防范价格的一个冲高回落 就比如说压力区的话 在29到30个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还有第三种结果的话 就是大幅的减产 那么大幅的减产 那么达到了1500万桶 甚至是更高的话 这个时候我觉得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有可能会上探36到40的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说目前的话 我们认为减产其实是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减产的情况之下 到底是减多大的这个额度 其实是一个关键的 另外的话美国它是不是真的不会去参加这个减产的这个协议 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 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去设定了三个区域 那么一个区域的话是在20到20的区间 那么或者是更准确的话 我觉得是在20.40到21.40区间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我们点边说的太精细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发现这个 很难去往前的触碰到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去放宽的是20到20这个区 22的区域 往上的压力的话 我们关注的是29到30的这一块区域 那么这一块区间的话 它主要是针对于减产 但是额度的话并没有给上带来精细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价格的反弹的幅度会更大的 在36到40的区间的话 意味着如果是美国能够减产 那么整个的欧佩克减产的额度非常高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有更高的这样一个反弹的空间 所以到底是冲高 那么30到29这个区间回落 还是冲高到更高的36到40这个区间回落 那么一或是 那么再次往下去 二次去探底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交易而言的话 我们都是要把握一些关键的位置 就比如说 那么即便是后续价格 那么冲高到了29到30的区间回落 或冲高到更高的36到40的区间回落 那么后续我们都会认为 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个底不正道的一个格局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是建议大家 在一些关键的位置去入场 就比如说关键这边附近的一些多 跟关键压力附近的一些空 那么其实是我们重点说关注的一些机会 那么目前持仓和操作来说的话 之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同学在一些比较低的位置 介入一些多单 那目前的话 其实如果是你有些比较好位置的多单的话 还是可以去持有之中 然后去关注一下 是不是在结果出楼之后会有再度往上去冲高的这种机会 那么对于没有持仓的话 想再次去介入 稳健的方式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就比如说回落到了20到22的这个区间之内的一些低多 那么反弹到29到30附近 那么这是一个压力区间或反弹到36到40这个区间的一些回落空的机会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如果是你是偏激进的话 你可以日内的话 关注一下价格是不是能够守得住25.50的位置 那么再次往上去 那么出现一波反弹 就是25到25.50这个区间可以关注一下 是不是有 那么再次去前反弹的一些机会存在 这种操作的话 相对来说风险偏大一些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做 如果是选择一些偏激进方式去操作的话 一定要注意那么多去结合它本身的K反信号去这个介入 另外的话其他的品种的话 我们看一下黄金吧 黄金其实现在是在震荡的 震荡的话这个震荡的区间有点三角形 那么三角形的震荡的话 我们还是会关注是不是今天能够往下去突破1640的位置 那么如果是能够突破成功的话 接下来会往下去探一下1620和1595的位置 但是我们这个认为 其实它以不低的位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大概率还是可能会这种震荡的这种下行的这种方式存在 所以说观念这层附近不适合去追空单 而且今天的话预计这个谈判也会影响到油价的一个 黄金的一个波动 因为假如是谈判的结果非常好的话 对于黄金来说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一定这个打压的一个作用 但如果是谈判结果很差的话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么可能会造成黄金的一定的一个反弹 但是我们还是更加倾向于认为 它是有一些结果出来的 但就是在于是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还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另外对于货币本身的话 美元指数其实我们看到 昨天一个小的反弹阳线 但是验是在空的方案之内 短线还是可以关注价格的回落的一些风险的 今天的话去关注小时级别的100.20的位置 如果是能够守得住这个压力的话 还是可以关注价格的回落下行的风险 那么对于非美货币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步我们在看反弹 但是反弹的话相对来说反弹的不错的品种 其实澳元跟纽元 那目前的话澳元价格经过了反弹之后 价格逐渐有逼近日线均线压力的迹象了 0.63的位置还没完全触碰到 但是我看到一些小周期 比如说120分钟有一定的动画的迹象了 那么90分钟和60分钟的话 它也有一定的背离的迹象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 对于澳元来说 比如说大家如果是有昨天 介入的占个位置一个多单的话 四小时小时跟四小时的支撑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建议可以先行做减仓或离场的动作了 那么如果后续价格能够抵达更好的位置去做空的话 我们肯定会关注一些空的机会 比如说0.63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定的做空的机会给到 那如果是价格先行回落的话 那么还是去关注那么小时级别支撑的一个效果 不过目前的这个位置的话不适合突破去介入多单的话 因为你去突破的话 你介入多单的话会发现 这个刚刚有背离嘛 背离已经出现了 你再去追多单 其实本身的风险就非常大了 另外的话是 欧元的话目前在震荡 价格没有能够继续往上去反弹到更高的位置 那么四小时级别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短线的话对欧元来说的话 如果这一波的反弹比较乏力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防范 那么价格可能会有再次去回落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那么看是不是那么有再次去回落 去测试下方的一些支撑位置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比如说是不是有机会回落到1.0750的位置附近 那么再做一下测试 然后再往上去反弹 目前的操作本身的话 澳元四小时级别 做过减仓之后 现在其实没有这个特别明显的上坡的迹象 所以说我们暂时的话可以观望为主 那么等到价格抵达更高的位置 1.0970的位置可以关注一些空 而做多的话 这个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波回落 回落的话回落到了 这个1.0750的位置附近 看是不是有再多的起稳的一个机会 目前的思路更多还是一个震荡 这种震荡行情的话 其实如果是大家是单纯的去关注一些趋势的话 其实可以更多以反弹之后的高空为主 中间的反弹 其实你抓起来会觉得比较难做一些 你可以放弃抓反弹 更多以反弹之后的空为主 目前的话就是关注小时级别支撑 守住支撑的话 还是可以往上去看一下日线的压力 钉棒的话短线之内 那我们也同样看到价格是在通道上演了 通道上演的位置会回落的风险 所以说如果是有些多单的话 你可以考虑到在通道上演的位置 做一些减仓的动作 你也可以选择去离场 然后后续的话操作本身的话 我觉得还是按照通道一方面的话 那么关注这个在1.2520附近的日线级别压力附近的空 是一种方式 另外的话 如果是小距做多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1.2的支撑 那么更多的话 我觉得高抛和低期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目前的位置的话 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 那么再度回落的风险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其形来说的话 它是已经走了一波 两波三波四波了 其实它还是存在一些 再度下探一波的一个风险的 那么其他的品种的话 这个基本上跟美元指数的思路是一致 那美元指数如果是 这个能够锁得住关键压力 为了再度回落的话 那么整个的非美货币的话 都还是一些反弹机会的 但是如果是美元指数往上去突破的话 那么对于一些 我们说品种 比如我们刚看到的 已经抵达了接近于压力位置的澳元来说 它其实风险是稍微的要偏大一些的 另外的话 欧元其实还没有反弹到位 欧元其实我们还是仅仅在等一等更高的位置 那么英镑的话也是还差一点空间 那么像纽约的话也是还差一点空间 所以说我们还是看一下 在这一周是不是非美货币有更高的反弹的机会 然后让我们去那么关注重新去做空 当然了其实也存在一种情况 就是反弹不到位直接往下去下跌的情况 比如说你看到澳元纽约的话 目前有一些背离出现 所以说它不排除 那么直接没有到位就直接回落的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多单而言的话 你其实并不适合去追多单 不适合去做一些突破单 好啊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各评论的情况 重点还是关注原油 是今天的重头戏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听 另外的话 我们的文件调查的话 大家那么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参加的 我们依然会最近这几天的话 每天会选取一名的这个我们的参与者 那么去免费去试听老老师的二元课程 另外的话 这个有三个系统课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 对于老训来说的话 有一张八折的课程的优惠券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填一下 好啊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对于老训